现在各位看到的是美军的F-16战斗机 它在很多国家和地区都有部署 上次已经教了大家如何从各大基地开走它 但一直没有教大家如何降落 所以今天的任务 就是教会大家如何降落F-16战斗机 当然降落的前提 是要你能找到机场或者航母的位置 因为美军的很多战斗机 它都有紧急迫降维路 所以只要胆子大 它就可以在航母上迫降 现在你看到的这个问题 就是F-16尾部藏起来的迫降维路 在座舱内 我们放下这个手骨 跟波动这个开关 就可以看到起落架 跟隐藏的尾沟一起放下 当起落架跟尾沟都放下后 我们只要驾驶F-16 将机头对准我们需要降落的航母后方就可以 降落速度保持在280至300公里每小时多 同理在机场上降落也保持同样的速度机能 就是在航母上降落难度或高上升 因为航母相对于陆地机场来说 实在是显得非常凉晰 但如果你都能在航母上降落 那陆地机场降落就是小硬 现在F-16已经在 航母上迫降成功 航母上降落跟舰载机没有太大的区别 唯一的区别可能就体现在驻降系统方面 至于F-16的迫勾 跟舰载机的降落违勾非常相似 区别可能在于使用的地方跟耐久不妨 因为F-16的迫勾仅在紧急迫降失实 到此今天的教程结束 至于还一直学不会降落的迷走 我们还有一个更加快速的降落方式 那就是拉下座椅中间的手 你就可以无视任何地形直接降落 那今天到这里就是说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